天主的上智, 富饶和知识是多么丰富, 多么超越我们的想象 特别上主借着犹太民族给我们带来了最伟大的救世主 给我们带来了使徒, 给我们带来了圣武玛利亚, 也给我们带来了教会的处使 我们祈求上主借着圣子保罗所说的这句话 我原始犹太人, 我今后也是犹太人 我以犹太人为柔这样的话语 也激励我们自己, 我是基督徒 基督徒从犹太人的信仰是承接上来的 我们祈求主能够光照我的, 使我们也提认自己的身份 特别是天主在我们这微小的生命当中所有的恩宠的领在 求主圣化今晚的时间, 时间属于他, 我们也属于他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今天讲的主题是, 我原始犹太人 这句话来自于, 我们又会念到 保罗回到耶路撒冷, 在圣殿被捕, 在圣殿外的台阶上 给他的同胞犹太人所发表的辩解词当中的一句话 第一词就是, 我是犹太人, 我从前是, 现在是, 将来还是, 我是你们的弟兄 我要把最好的给你们, 当然是不是同胞那么多领受, 是另外一种事 但这是保罗的宣言 所以今天我们就围绕着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 来看路加的记载 保罗说, 我是犹太人, 并且他说, 我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 我为犹太人当中的那一个纳达勒人耶稣, 为他的复活作证 那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上一次就是保罗总统第三次传教行程,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第三次从安提约西亚出发, 然后吉利基亚, 在这里去加拿大, 南加拿大地区去探访以前建立的教会 经过这里, 然后就到了著名的洛福所, 并且在洛福所待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历时最长,收获最多 也可以说是保罗传教旅士当中最快逆, 最畅快的一段日子 虽然途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总之那段时光是很快的, 收获是最多的 以至于路加说, 全亚西亚的人都听保罗来,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 是不是, 然后在这里就后来发生了一个名叫德莫特流的一个暴动 然后在暴动之后, 保罗就去探访他以前建立的马其顿的教会 其中肯定有菲利伯, 德萨洛尼和贝洛亚 后来又去了希腊, 特别人去了哥林多 本来他想从哥林多这样直接回到 回到这个叙利亚, 就安提约基亚 可是犹太人在这里设计陷害他, 所以他又原路返回去 就走这个路, 然后避免他们的迫害 到了米内坡的时候, 就是离洛夫所很近的时候 老陆没有去洛夫所, 时间不够了 在米内坡, 所以他大巴人请洛夫所教会的长老来 跟他们告别, 讲了一段非常真挚感人的临别赠言 并且在这个岸上抱头痛哭祈祷, 于是告别 这是我们上次的内容, 我们这次要接着 他完成了这次旅程, 并且在耶路上发生了被捆绑的事情 请打开宗教大使律语 宗教大使律二十一章, 我们读一下一到六节 我们离别了他们 我们却带船一直航行, 改召到佛寺, 又从那里到佛罗罗, 又从那里到佛罗罗 我们遇见了一只要开往美丽金色的船, 却立上去航行 我们忘记了赛福寺, 就从他左边驶过, 向上叙利亚时去 在提洛靠了岸, 因为传要在那里泄过 我们找到了疼土, 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因圣神的末世, 到处逃路, 吊上耶路上去 日子已满, 我们便处罢先行 众人同妻子儿女, 给送我们直到处外 我们会在岸上祈祷, 彼此此年后, 我们上个船, 他们就回下去了 好了, 这是承接着上残, 没有走完的路看 保罗中央以内托, 然后经过科斯, 罗德岛, 然后到了巴特拉 巴特拉是一个港口, 在那里他们要, 可能那部船就不走了 所以他们要等另外一艘就是开往, 菲尼西的船 然后搭上那艘船, 就到了皮洛 我们不晓得以前保罗是怎么样, 具体的怎么样去走他的航程 不过我们晓得, 根据众多大数字的记载, 保罗一定没有提前订船票 一定没有买保险, 那个时代的人就是随遇而安 当然有自己的计划了, 可是在交通工具上, 他们真的是要拨多的周折, 拨多的等待 在这里没有船, 没有船就等, 等船就坐, 那时候的船没有什么客船 要么是站船, 要么是货船, 没有专门拉人的船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所谓现在的旅游业 比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保罗真的是好辛苦 我们现代人又订票, 几点钟, 几分钟都不能迟到, 还要买保险 当然我们要计划了, 可是你也应该坦然一点, 接纳以外 接纳在计划之外的东西突然而临的, 不论好外的东西 否则的话太机械化的话真是像一个机器人 提前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 然后就按照这个,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乐器都没有 好, 当然保罗不是为旅行而旅行, 保罗是为了圣言而旅行 他到上面飞滴, 飞滴滴是在圣地的北部 好, 他绕过塞布鲁斯, 他没有去这个岛 因为这个岛是保罗第一次穿上行程就去的岛 并且他和巴尔纳拉罗都去 现在克罗马尔纳拉罗还在这个岛上, 是他的好朋友 如果时间已经不多了, 直接到了提洛, 这个地方 提洛我们也记得吗? 耶稣有没有去过提洛? 据福音当中的某一部级的, 耶稣去过提洛和其中 那是非密集园的城市, 也就是不是犹太人, 是外邦人 有一次给犹太人说, 你们弱佛纳因的, 格马翁的 如果这些奇迹行到提洛和其中, 他们早就被改了 意思是, 那些外邦人比你们要更好更快的领受天主的福音 这是提洛这个城市 到了提洛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找到了门徒 所以你看, 在中文大书的第十一, 应该是第十一章还是第几章 说四德王被杀的时候, 基督徒就逃散了 他们逃到, 其中逃到非密集, 包括提洛 所以, 那个时候就有福音了, 那现在他们可以找到门徒 在那里住了好几天, 不过门徒说, 因为有圣神的启示 叫他不要再往前走了, 因为他往前走, 耶路撒冷他会遭难 可是保禄还是根据自己的, 一会我们再讲 有几个人都说是因圣神来的启示的时候, 彼此痛苦的时候怎么办 大家都说是圣神的启示, 这是提洛, 现在提洛的一些遗迹了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二十一章的第五节 像不像上一节课的末尾, 导入在米泪坡, 跟洛夫社长老告别的情景, 商离别 好, 这也是一个小的告别, 也是非常感人, 你看, 可以想象得到 初期的基督徒是多么珍惜他们彼此之间的情谊 所以, 将军现在来说, 我们现在人是比较冷的 除非是一家人啦, 亲戚朋友啦, 否则我觉得只是光平信仰 好像我们教友还没有那么热,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这是我们信仰的倒推, 这是基督徒的送别 基督徒送别的时候怎么说, 说什么话 一路平安, 说什么话 假如是犹太人, 他们在告别的时候, 他们会说 特别是在华音乐节告别的时候, 他们会说 明年此时耶路撒冷会见, 犹太人是敬仰的 他那个民族的意识真的是高度的凝聚 明年此时, 其实可能不见得在耶路撒冷, 但是耶路撒冷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就是number one 所以他们说明年此时在耶路撒冷会见, 就是在天路面前再相聚 我不知道现在教友怎么告别, 我想最好的告别 应该是像中文大书所记载的, 主与你同在 把他托付给主, 好我们看第七节, 读第七到第十四节 我们从提洛到了古佛内脉 明年现场的当时, 上帝兄们醒过来, 就在他们那里住了一天 第二天, 我们出发来, 来到海塞那里 听见了传福音者, 圆里伯德加, 住在他那里 他是七十世之兵, 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真女, 能做预言 我们出了过日, 有一个先知明察阿加坡, 从犹太下来 他来到我们这里, 拿起保护的腰带, 将自己的脚和手放了手 圣神这样说, 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这样捧绑这条腰带的主人 将他拿交在外方人手中 我们一听这话, 就从当地去, 请求保护药上耶路撒冷去 保护药说, 你们为什么凝图持我的心碎呢? 为了耶稣的你, 我的但准备受损了他 而且也准备死在耶路撒冷 我们既不能说服他, 也就有幸福了, 直说岳主的支离成就 他们从一路再次航行到普陀内美, 但是这是普陀内美, 现在的普陀内美 还是一个城市的, 一个港口, 还有一些遗迹 但是这个船到这里就不走了, 所以他们要步行到凯撒勒 就是这一段小小的距离 我记得奥斯汀曾经说过, 世界上一本书 不履行的人只读了其中的一页 真的应该多多的去看一看 我想特别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朝圣 要去走一走, 读一读一本书, 还有精彩 当然, 有的人没有钱怎么办 没有力气怎么办, 肥调不方便怎么办 有一个诗人说的很好, 如果你这些都做不到 你就每天在你灵魂的王国里面去旅行 你每天会有新的发现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应该也是这样 好, 他们到了菲利伯的家 菲利伯还熟悉吗?还能记得吗? 在第一集第八章 其实菲利伯跟一个什么叫什么人 派见哪里的哪里的 非洲的非洲哪里的 就是阿伊苏比亚、阿伊苏比亚、阿伊苏比亚的一个甘达克 就是女王的一个海域街 就是他给她讲的道之后 然后各行其路, 欢欢喜喜地上楼 然后菲利伯被提挂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就是这个菲利伯, 他被称为传服音者 他后来就不见了, 龙不正跑哪里 他跑到这里, 干什么, 结光哪 还生了四个女儿 而且这四个女儿都是真理能够说欲言 很有意思的, 你可以讲一下 我们要记得这个菲利伯, 不是宗徒菲利伯, 是传服音者 他最后就是定居在凯撒勒 因为他们不会说欲言, 真的是快事一见 保罗在这些基督徒身上, 恶然发现圣神灵在的寄套 然后有个先知, 这个先知我们也不过说 他从耶路撒冷下来, 这个先知以前出现过 在他们一会儿, 他将过, 大概在十二当的时候应该出现过 就是他曾经预言过, 罗马皇帝克劳利在位的时候发生的饥荒 果然应验, 就是那个先知, 你为什么会去查一下 这个先知有个动作, 他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 当然是一个象征的动作, 就说明说, 保罗你上耶路撒冷了 会被犹太人捆绑, 他的音言只对了一半 因为保罗确实是被捆绑, 但不是犹太人, 而是被罗马人捆绑 不过意思是, 希望保罗能够留下来 不过保罗没有留下来, 然后他们就看什么 他们就开始哭了, 大概有李教友, 李教友就开始哭哭啼啼 保罗说, 不要哭了, 你们的哭泣不会让我更加的强壮 而是让我心烦, 让我心碎 你是诱惑了我, 所以我已经决定好, 无论前面是什么, 我都要走 我已经准备好, 为耶稣给所有的东西 其实保罗真的是准备好, 他早已经经验过了 然后呢, 一些人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吧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审人 他因圣神说, 你不要上耶路撒尔了, 他因圣神说也不要上耶路撒尔了 我确定圣神, 圣神告诉我说, 圣神催促我到耶路撒尔了, 怎么办 圣神是自相矛盾的吗? 还是你的圣神是假的, 我的圣神是决牌的 这个时候要分辨 这个时候要分辨 不见得别人的善意都是对的 要看天主在你的圣灵当中是如何引到你 保罗说, 我一定要往前走 于是他们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而不是保罗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所以到底谁被教育了 使那些教育被教育 就说明那些教育可能所谓的医缘 有些可能有点点无差 愿主的旨意成就, 让我们想起了一下 一次在最后山源祈祷的时候说过 父啊, 如果可能免救我这一杯 但不要照我的医院, 而要让你的子弟成就 就是这个圣经当点, 你们记下来我们不再念 路加福音22章39到42章 所以路加写这一部作品, 前后其实是福音的 保罗回耶稣是福音的, 非常好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过了几天 我们便修守其心理, 向耶路撒文去 有几个盖撒乐雅的门徒也来到我们同去 那命令我们到一个就为门徒的赛福祠 乌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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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在信仰的犯害人中 一些犯罪都是在外行律的人 关于你 他们听说你教训在外伴人中的 一些犯罪人会进行内侧 说不要给孩子行恶准理 也不要爱你为敌行 他们走太慢了 他们总会听说你能害得 你就按照我们告诉你的去办法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 他们都有愿在身 一旦这些人 同他们一起行取竭理 并听他们出钱 叫他们听口 这样众人便知道 自己外人你所听到的事 也是这样的 而你却是了循规道具 遵守法律的人 关于信仰的外道人 我们一起信决定 照他们建议自己写神之后 寻觅神之后 袭仰的信仰和建议 于是宝露就把这几个人带去 一月一天同他们一起进了取杰礼 以后进了圣殿 神报取杰的日子 何时乱起 何时为他们给予奉献奉 应该是从21章15节 才算是保禄的第三次行程结束 他们在凯撒拉雅住了几天就到耶路撒冷 其他人在耶路撒冷 可能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城 在耶路撒冷城郊的时候 找到了一位门幕叫做穆纳松 这一定是一个外邦人 他们住在那里 因为跟保禄同行的至少有三个人 一个是我们的段落 我们里面一定有谁 一定有路加 还有一个人叫做29节说 恶胡索尔人特洛菲摩 还有一个是阿里斯塔克 所以至少有何几个人是外邦人 那一定不能住在犹太人的家里 因为犹太人有捷径与不捷径的规律 所以这样就叫避免引起麻烦 所以就留在这位穆纳松的家里 你看好像保禄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人接待他 好像是真的是偏图给他 就是偏图不用他操心这些小小的事情 为他注意保禄 我想真的是门徒接待门徒 我们真是每次一见 这个门徒叫做穆纳松 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就拜会了长老 特别是有一个长老 我们以前的帝国叫做 就是十二十度中途之一的四亚洲国中途 他这里没有说博多路 没有说若望 说明他们已经不在了 就是不是去世 而是可能在外边去传福音去的 而且耶路撒冷 真的耶路撒冷 因为我们在讲是好可惜的一个地方 主要的耶路撒冷教友都是犹太人 而且都是比较保守的犹太人 所以才会发现 才会发生过来的冲突 他拜访了长老们之后 保禄的树说 天主如果借着他们在外方人当中施行歧视 然后一起赞紧天主 并且耶路撒冷的教友说 长老们说 天主在耶路撒冷也大行歧视 有千万人归赢 这是一个好事情 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保禄有多少年没有去做耶路撒冷 他上一次以正统犹太人的身份 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去做什么 对 他拿台湖文书去大马士革 北上大马士革去抓紧天主 所以是一个 贪乱分子的一个热诚的犹太人的身份 离开耶路撒冷的 距今12年 而他现在回来的时候 耶路撒冷已经不再是往日的耶路撒冷 母教会真的也不是往日的母教会了 还是那个 那个大家一起拜饼 一起把什么 什么 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说 他们把财务工享 没有人有缺少的那个母教会吗 我们一会儿读到 已经不是那个母教会了 你成为一个什么教会 成为一个封闭的教会 成为一个偏激的教会 因为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的基督徒跟犹太人的犹太人他们中间有太多的纠葛 彼此互相的影响 这里的基督徒似乎比较高 而且 卫平津说 关于你 他们听说 等等等等等等 他们听说你 你不行 你不尊重法律 你不尊重我们的传统 你你外外人怎么怎么样 这些都是遥传 一会儿搞落个辩解说 你们说的没有一条是真的 全部是道听徒说 这个让我想起教终方济克 说的 说我们教会 说在我们教会里面 有太多的闲话 就是人家当事人不在 在人家背后说三道四 这个很麻烦的 教终说 这不是勇敢者的行动 这是懦弱者的表达 这样会毁掉教会 毁掉团体 如果你的弟兄 有什么得罪你的事情 有什么问题 你要当面思想告诉他 你不要再背后说他 如果他不听 你再找几个朋友 就可以有智慧的人 再去把他拉回来 如果再无名去教会教会 如果再无名去看了外邦人 但是不要再背后说他 你会毁掉他 你会毁掉你 之后会毁掉团体 你的话应该经过好几道门 第一道门是 你说别人的时候 这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谣传不要说了 没有任何价值 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 有一位也不要说 你先让他清楚 这是第一道关头 是不是真的 第二道关头 对对方有没有益处 你说的这话 为他有没有用 能不能让他进步 如果不能 不要说了 第三道门 第三道门 就是这个你要说他的话 是不是出责善意 还是乐意的 还是耸词的 还是仇恨的 还是嘲笑的 还是希望他过好的 如果是善意的 好吧 你可以说 如果不是善意的 不要说 最后一道门 你是不是经过了七道 如果这四道门 每一道门都可以过 好吧 你说吧 对方一定能感受到 你的善意 一定能感受到 你是为了他 如果没有那些门 没有那些关卡的话 最好不要说 对教会没有什么意识 我们天主教授的 一方面的东西太多 如果你有这个时间的话 你希望把圣经打开 大声读圣经了 而且还断了你的口才了 还让你言欢衰老了 为犹太基督徒来说 保禄是一个太过偏激的人 他走得太过了 特别是保禄对外邦人的太过 第二个 为正统的犹太人 保禄不是太偏激了 保禄是一个叛徒 本来他知道的是一会儿的吗 第三个 对罗马人保禄是什么 是一个危险的因子 是一个导火索 因为这个人 去哪里哪里 去哪里都有人跟随他 那显然可能会形成某种事例 所以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环境 我们就知道 一会儿发生的事情 其实是很正常 好 所以这个时候 雅各国和众长老就会说 为了避免 为了辟谣 为了能够证明 这些谣言是假的 所以你要干什么呢 你要带几个 已经发了什么院的犹太人教友 对 犹太人的基督徒 或者犹太人 你来他们到圣殿里面 给他们出钱 让他们去满全 这些发了个院 什么剃头发 什么都不知道 以保禄以前发了这样的院 是要给圣殿奉献一些 一些祭物 或者一些礼物 要有钱的 他们说你如果做这样的善事 又在圣殿举行一些礼节的话 那这个谣传 也就不攻自破了 这个讲法对不对呢 也不错啊 也是蛮善意的的 可是他们忽略了 耶路撒冷教会的 复杂的背景 我们下二十七节开始 当天外观时 从亚下来的古代人 天皇后在殿 就参与所有的群众 向他掐手 还会说 以色列人 请帮忙 这个就是到处叫群众的 反非人民 阿里 和这 他们的难者 阿里 跟上来的 能及身体 陷入了这圣地 原来他们以前 借过河河河说人 河河河河 同他在城里 就以为要保护 他进了圣殿 与其是全身震动 百姓引起滑灾 拿住滑布 把他拉到股间外 定情把门都关上 他们正想要上班时 有人上去报告 给英国的县部长说 全面有差的勾乱 千分长帝 时带着士兵和外部长 跑下来 到了他们那里 他们一切 千分长帝 士兵就因此 拿到保护 于是 千分长帝 先去 拿住保护 项链用两头锁链 保护 所以 他们他是谁 做了什么事 群众中 有的喊这 有的喊那 忧愿乱 千分长不能够实行 便狭隶将保护 盖到营里去 当走上台阶时 由于群众挤着羞猛 保护只保留 使人 一群百姓 跟在后面 打着说 囚要的 快进 保护向千分长说 许我向你说句话吗 他说 你会希腊话吗 莫非你就是前些日子作乱 带领死千匕首堂人 往空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 保护大说 我是一个态人 是腾儿所人 吉利基亚的 一个并非无名城市的公民 我求你 准备向百姓你讲话 千夫长 纯学 保护就站在改阶上 向百姓你挥手 大家都安静下来后 保护更有其他大致死说 果然 虽然保护听了 耶路撒冷 长老善意的 这个批谣的策略 可是他们 可能还愿的日期还没有到 果然就有从 小雅西亚 大概是 恶福所的犹太人 可能在以前 保护在恶福所的时候 跟保护有一点过节 他们来了 看见这个仇人 报复的机会来了 所以他们就 删风填火 造谣诽谤 说保护 怎么怎么带外邦人 到圣殿里面去 其实根本有 保护可能是带一个希腊人 在耶路撒冷 根本就没有进圣殿 所以就有一些谣传 人也多 只要一听就冒火 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的 犹太人的 那个墨西亚运动 已经达到高峰了 就是他们 特别就不能忍受 所有跟他们 犹太主义不合的东西 我们看几十年之后 其实耶路撒冷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被毁掉 非常糟糕的 然后他们马上就要把 保罗拉出殿外 关上门 要把他 治愈他 当然要凑死他 为什么要 还关门 这是圣殿 这整个一个是圣殿 这是至圣所 这是妇女庭院 这是犹太人庭院 你看这个 这个外面叫 外邦人庭院 他们所谓的 关上圣殿 就是把这个门 全关掉 全关上 在外面 吐死他 为什么 不能让这个 罪犯的邪 变污了圣殿 违反法律的时候 还遵守着法律 真的是很有意思 这是圣殿 我们以前 跟你讲过的 他们就以为 他们就以为保罗 把那个希腊人 带到圣殿里面来了 好 现在 马上开始暴动 然后就有 立刻就有人 报告 千夫长 说有暴动了 全城都震动了 千夫长就下来 千夫长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叫安多尼堡 这个是圣殿的范围 安多尼堡就雄居在 圣殿的上方 所以圣殿有什么事情 安多尼堡就知道了 他们马上就下来 安多尼堡是罗马士兵 为了维护 维护耶路撒冷 治安 士兵住手的地方 马上下来 那个时代的罗马人 换了一种暴动 恐惧症 可是作为一个 助手的千夫长 他有责任为伍 治安 所以他 他马上就下来看 那个时代罗马 罗马各地已经 反罗马的情绪 非常高的 特别是犹太人区 所以千夫长下来 马上就看 他们什么事情 因为群众当中 有人喊这个 有人喊那个 千夫长也不知道 所以就把保罗给 给抓了起来 阿加坡的预言 应验了 应验了一半 保罗确实被捆绑 但不是被犹太人 犹太人是要他的命 不是要绑他的 是罗马人捆绑了他 不过捆绑是救了他 然后这个走上台阶的时候 我不知道什么台阶 大概是这些台阶 人太多了 所以保罗被抬起来 那些人一看保罗被抬起来 中间的喊叫 除掉他 除掉他 让我们相信什么 相信耶稣 耶稣在比拉多面前 那下边的人喊就是 除掉此人 除掉此人 我们要帮他妈 我们不要抬起来 因此你看保罗的苦难 是跟耶稣的苦难 是平息的 千夫长以为是判断 因为在前些日子 埃及有一个人自身一先知 然后要 就是攻打耶路撒冷的罗马士兵 结果被罗马士兵 被冰冰打赛了 这个千夫长以为 保罗是这个匕首党的首领 特别是保罗会说希腊 但是保罗说不是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